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建制派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當中大敗 已經是既成事實 但是似乎他們當中有些人依然為敗選 不停來找藉口 不停來找東西賴 在立法會當中繼續大放缺詞 不如說梁美芬大議員 他有一些石破天驚的建議給了特區政府 我們一齊聽聽他到底說什麼 他說 收到一些實名投訴 有些年輕人拿著老人家的身份證 同樣投票 他問到底嚴謹性在哪裏 希望明年立法會選舉要盜絕這些情況 而且他提到有選民反映 票站的工作人員沒有很嚴謹地處理這些問題 他又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查問 可不可以在票站加張CCTV 就說不是在投票那裏 就在工作人員那裏 有什麼我們都可以抽調的證據出來 又說可以用指紋和人面辨識等等的技術 梁美芬大議員真的說那些話 你有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首先說 要這些年輕人拿了別人的身份證的投票 這些是乾犯刑事的 還有你是對票站工作人員的專業 一種侮辱 大家投票也知道 你去給他身份證 其實是有兩個人坐在那裏的 不是一個人的 是有兩個人坐在那裏 對你的身份證 對你的樣子 然後才會劃 而且那些票站工作人員 全部都是在公務員的團隊裏 找人去幫忙的 你應該相信公務員團隊的專業性 是不是 不要輸了就好像找東西賴 有沒有人可以拿老人家的身份證去投票 那些年輕人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還是憑空想像 剛剛有沒有證據 梁大議員 還有他說要在票站加裝這些CCTV 來監察工作人員 這些根本外國完全沒有先例 你要監察工作人員還是監察市民呢 還說可以用指紋和人面辨識的技術 你用這些技術用來做什麼 請問梁大議員 是不是又想搞懲罰選民 以往你說過的懲罰選民論是 現在你又想懲罰他們呢 弄這些指紋和人面辨識 是怎樣幫助到投票呢 是不是 你現在就是搞這些東西出來 就是懲罰選民多於維護選舉的公平 為什麼呢 人面辨識和指紋 比如說你領取選票的時候 可能按著指紋拿票 或者用人面辨識的技術 但是當你引入這些所謂高薪科技的時候 市民就會質疑 到底是有什麼作用呢 是不是 目前來說這個制度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時候 你又不去繼續用 你又無中生有 就弄這些東西出來 一定是有人懷疑你背後就想有些不知道什麼的 就是組織 就拿取這些大數據 比如說 就知道哪些時段是由哪些年齡層的人去投票 如果你用電腦的技術 一定是可以很快地按出來 是不是 尤其是在這個立法會選舉當中 由於他用這個比例代表制 是不是 所以那個配票就很重要 你是不是想搞這些 一定會有人這樣質疑你 怎麼會被這些招皮特區政府踩 怎麼會提出這些建議呢 是不是 好了 接著就到葛佩帆大議員了 是不是 當然他又說有些不公平的情況 他就說了 有人就告訴他 說在這個選民登記冊裡面 他們的姓名登記資料就被人畫了一線 即是 被人投了票 他的身份 只能夠獲發一些不會被點算的重複選票 以致未能夠行使他們的投票權 這件事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老實說 我們在這一邊的市民 主流意見的市民 從來沒有聽說有確實的證據 就說自己的身份被人挪用了去投票 但是這個故事經常在藍營之間流傳 到底是真還是假有沒有確實的證據 如果是自己的身份被人畫了一線 被人投了票的話 你是應該去報警的 各大議員 各大博士 就不應該在立法會質詢 因為這是乾犯刑事的 有人挪用了你的身份證 去投票 即是有人行使了一張虛假的身份證 真實的只有一張 為什麼有人拿了你的身份去投票 一定是有人用了一張假的身份證 去騙取那張選票 這就是乾犯刑事罪行 你應該去報警處理 怎麼會經常在立法會那裡說 經常在分享會那裡說 這情況是有還是沒有 而且你被人投了票的時候 就說獲發一張不會被點算的重複選票 我真的不明白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有沒有這樣的practice 如果是這樣的話 各個市民都說 我被人投了票 各個都獲發一張重複的選票 是不獲點算的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相信很多黃絲都沒有聽過 這件事到底是真還是假 還是一個都市傳聞 然後他又問到政府有什麼應對的方法 而且在這個投票 電子投票的進度又如何 老實說我完全反對電子投票 因為這只會製造一種選舉舞弊的嫌疑 在目前社會氛圍相當緊張 而且官民之間完全失去了 互信基礎的情況下 你再去搞這些高薪科技的事情 只會是適得其反 不要再為自己的敗選找藉口 稍後又說到 很多人就呼籲在投票站外多次重複排隊 以致造成長龍阻礙了部分人投票 你不見那些黃絲走路 你去投票就是出心 不是出錢的 如果你真的很珍惜自己的投票權 哪怕排一個、兩個小時都一定去排 哪怕排得久就說不投票 你自己也不是很珍惜這個投票權 是不是 這些藉口真的很多餘 經常有人重複排隊 重複排隊分分鐘是Team Q 你看看那個選舉結果 是不是 有六成人是投黃營 只有四成人投藍營 如果你說那些年輕人去重複 不停不停地排隊 其實他整股那些黃絲的阿公阿婆 就多過整股那些藍絲的 是不是 你看看那個選舉結果就知道了 怎會還繼續找這件事 根本不合理 是不是 還有不要再搞這些電子投票 或者電子點票 多餘 你這個聶德權局長還說什麼 還說將會在這個 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傳統功能界別當中 是試行電子點票 麻煩你不要搞這些 是不是 你電子點票怎麼點呢 是不是放一張選票在機上 然後過了機就得識到 他投票的意向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人手點更好 你傳統功能界別有多少人 多極都是教育界 都是十萬人 是不是 人手點一樣 是這麼快 你用電腦點票 有個問題 那張選票會不會 就是那個印仔模糊化了 或者那部機會不會 能夠能夠 投票的意向 沒有人相信 我堅決反對所有的電子投票 電子點票 或者電子派票 全部都沒有搞 因為在目前來說 人手操作是行之有效 你就不需要再搞這些 因為 對於你沒有信心 對於你特區政府 是沒有互信 市民 接著說一下 這個蔣麗雲大議員 他更好笑 他在這個立法會當中 炮轟特區政府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在6月9日的時候 有很多人遊行 我記得民陣說有100萬人遊行 警方說有23萬 我不管多少人 我同意是有很多人遊行的 但是他就提到了 特區政府在當晚11點 宣佈了6月12日 會照常恢復這個異毒 蔣麗議員就說 我一聽到其實也很不滿意 我說不管怎樣也好 都這麼多人出來逛街 那些人大熱 天時新水新汗 都還沒回家洗澡 政府就宣佈這些 有沒有腦的 誰叫他宣佈的 你多等兩三天行不行 你認為真的正確的 要通過這條條例 想繼續做下去 這一點 我不是不爭他 老實說 蔣麗雲大議員是不是想在這個時候 跟特區政府割席呢 你問他有沒有腦 就是說他沒有腦 但是民建聯曾經在6月10日發過一個聲明 在這個凌晨的時份 你怎麼說呢 你就說 就著今天有大批市民參加遊行 並且表達訴求 反對這個逃犯條例 就認為這一次市民的和平遊行 就充分體現了基本法之下 享有集會遊行和言論自由的權利 你就明白 並且重新支持特區政府有修訂 逃犯條例的必要 你是這樣說 當時還是 是不是 從頭到尾其實都是支持逃犯條例的修訂 你就不要 模糊其辭 就想運水摸魚 就想在下年的立法會選舉當中翻盤 就說這些東西 你想意圖跟特區政府割席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應該在6月10日就聽到市民的訴求 就要求特區政府擱置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當時自由黨的榮譽主席田北俊正正就是這樣說 正正就是叫特區政府不要再搞這個條例 不要再恢復異讀 但是民建聯沒有這樣做 你是強調特區政府是有這個必要來修訂逃犯條例 那你今天再炮羹政府這樣那樣有什麼意思呢 你當時是跟他站在一起 跟他坐同一條船 只不過這條船沉了 你就想抽身而去 到底你是能夠說服多少人呢 到底是特區政府沒有腦 還是相信你的選民是沒有腦 交由自行判斷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